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104年1月19號 我們看到今天一早 平面媒體報紙廣告生意來了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蘋果日報頭版頭下面 有一個很大的廣告 這個廣告是 鴻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那自誰呢 自中華民國的台北市政府 那郭董登廣告出手很大方 蘋果登完中時登 中時登完自由登 自由登完聯合也有投版頭的廣告 然後呢 兩大財經報紙 經濟跟工商一模一樣的廣告 一樣是來韓來廣告照燈 那我們看到郭董一早在六大報登 這麼大的半篇幅的廣告 關鍵是什麼呢 關鍵是台北邱頁園 這個開發案 這個開發案50年的BOT 真的有圖利郭董相關的事業嗎 台北市政府真的每一個BOT 簽來簽去的合約都是不平等條約嗎 那這幾個這個BOT相關的廠商 從大巨蛋到文創到這個秋葉原到美核市 每個財團真的都是金光檔嗎 我們來看到柯P當市長不到一個月 怎麼台北市相關的B案報不完 B案報不完的背後有多少不為人知的內幕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秦慧珠姐姐好 大家好 再來劉雄同學 大家好 郭政浩同學 大家好 好 周曉萍同學 好 再來是家青 大午安 好 再來是光晴 大家好 好 這個我剛剛秀給觀眾朋友看 平面媒體呢 最近幾天因為被柯文哲取消訂報 很多人很反彈 還好郭董的錢來了 郭董的廣告錢今天進帳號稱有600萬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翻開各大報 投版廣告都一樣 紅海董事長郭台銘生氣了 砸下600萬買廣告 要向北市府喊話 先是要求市長柯文哲 把三創園區當初的投標書和評審過程 包括錄音 影音檔 48小時內通通上網公布 並且立刻移送司法單位調查 證明紅海清白 最後加強聲明 三創園區暫時停工 除非北市府認定得標過程合法 才會復工 不可能在48小時內 把所有的資料都公開 因為裡面涉及到資料保密法的問題 如果公開的話 其他廠商的資料也公開的話 那這可能會涉及到 違反資料保護法的問題 北市府態度強硬 其實三創資訊園區 位在光華數位新天地旁 2010年由紅海得標 誓言打造成台北秋葉園 帶動商圈發展 是前台北市長郝龍斌任內重大政績 不過有議員解釋合約區發現 三創園區的主體是地下停車廠 12層樓的商城成了附屬設施 租金也只收土地公告限制的3% 至於北市府涉嫌土地廠商 讓業者口袋賺飽飽 每瓶528塊 幾塊怎麼那麼便宜 讓我們回去再算一算 市長當然是非常非常的不客氣 所以他特別要求局裡面提出了 不會接受財團的威脅這句話 所以這一部分我想這個是我們府裡面跟局裡面的態度 那這個這一部分我想如果三創公司真的有問題 那我們局裡面也會協調 然後跟府裡面去進一步溝通 那這個不是不能坦的 這不是不能坦的 因為我再次強調 不管是局裡也好 府裡也好 我們從來沒有對三創公司對外說任何一句話 柯文哲一上任窮罪猛打來贏執政的BOT案 三創園區不只要查 還成為民嘴口中的揭壁題材 讓紅海董作大動該火 不惜更上北市府 原定3月要開幕的台北新地標 恐怕跟著出現變數 記者做不到 好 光晴我剛剛講到 柯P上任不到一個月到處開戰 那五大財團他點名的 從大巨蛋到文創到美和事 那最近幾天因為從上個禮拜的三億難冒出一個紅海之後 台北秋葉原剛剛好這個開發案 也是台北市進行中的BOT案 可是這個BOT案到底有沒有圖利呢 現在媒體還在追的同時 郭董受不了了 郭董登了一模一樣的廣告 直接六大報 每個人都來辦辦啊 對我們看到 上禮拜這個柯P接受訪問的時候 引爆了一個 三億元的政治獻金話題 而且是捐給對手 那後來呢 周玉庫小姐他指明說 三億難就是郭台銘 所以郭台銘上個禮拜 第一回合是對上周玉庫 那第二回合果然 登了這個六大報 聽說是六百萬的這個所謂的廣告 他的對象就變成是現在的台北市政府 而且大家這個思維要轉換過來啊 不再是郭龍斌哦 現在的新的台北市長是柯文哲 所以他要求48個小時內 希望這個市府上網公佈 得標的資料 包括資格審查文件 決標還有錄音跟錄影啊 他的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完全沒有像一些名嘴 或者說市府一有所指指控說有任何的弊端 如果有的話你交正風處 你交廉政署都可以 如果有不法的話 他希望法律就辦 那如此種種 還包括針對空橋 這我們等一下會細談 他提出他自己的一個說法 並且呢他們的發言提到說 他們蓋的那棟這個秋葉原 其實他們預付了10億元的權利之外 而且投資總共38億元 那問題是出在哪裡呢 我們看到童仲苑等市議員 包括早先 延伸罐早在四年前就質疑了 零零種種的一些重點 包括這塊土地呢 占地2687坪 但是我們的土地 市價是超過上百億 結果呢 提供給這個 秋葉原 就是郭台銘 他的這個三創 這個BOT BOT呢 地下是六樓 地上是十二樓 可是他的主體 本來是要做停車場使用的 可是卻給他們附屬設施 給他們開3C的這個商場了 然後呢 同樣是重點 要不要權利金呢 其實他們並沒有營運權利金 只付了一個 TOTALLY的開發權利金 10億元 而且取得50億的 50年的這個營運權 那租金也是我們關注的焦點啊 這個租金呢 卻只有一年兩千萬元 那我們比較的基準是 隔壁的光華數位新天地 光華數位新天地 因為這個空橋呢 遲遲延宕 沒有辦法到他們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新天地去購物 加上呢 光華數位新天地 他不是個BOT啊 他一年租金就要8000萬元 那是同一個位置 所以 光華要一年租金 8000萬 那何以BOT 給了這個所謂的 郭台銘這一方 竟然只有2000萬元 這是不是6是一個建築呢 所以呢 在5家投標的過程當中 有4名府內及8名府外的委員 組成的審議委員會 是不是有超過 而且不符合比例的原則 而給這個三創 過多的這樣的一個利多呢 這都是現在郭台銘 槓上台北市政府 而且點名柯文哲 最重要的原因 那我們看到 從媒體效應來講 從上禮拜的三億男 再結合周宇寇 他的這個點名 那再結合整個 這個邱頁元事件 端上台面 那郭董會認為說 媒體是不是已經把他 設定為他就是一個 繳了三億元 然後獲得這麼多好處的 一個關鍵人士 好 那佳清 上個禮拜的新聞的發展 是柯P接受了媒體專訪 他在專訪的內容當中 他自己講了一個故事 他說呢 他聽說呢 他本來要拜訪某個企家 那個企家後來透過 中間人回了一個話說 哎呀他已經捐給對手三億了 所以就算了 那到底這中間企家 是不是真的捐三億 中間人的回話是不是屬實 這還有待釐清 可是呢 媒體一追追到郭董之後 就追出了台北邱頁元 這一個開發案 這一個開發案也是 郭榮斌市長任內的重大BOT案 同樣一模一樣 都是50年的權力的開發案 好 那媒體在追的過程當中 媒體追第一個重點 他下面聽說本來主建物是停車場 可是上面一大堆賣場 才是他附屬事業要經營的 這是很多人質疑的 第二個是他的權力金50年來講的話 相關一年的開發權力金10億的話 一年攤下來2000萬 那一般的小老百姓就會覺得 郭董這麼大的一個場地 一年的權力金租金只要2000萬 那郭董就喊冤啊 郭董說 我要從頭到尾都有一個公開招票的流程 不然你把流程公布 不然你把資料公布 然後不然你用廉政或者政風司法機關來查我 你怎麼看 當然郭董講的這些過程 他是屬實 但大家不要忘記這件案子 郭董可是親自出席的 當時在這個標案的設計 其實關鍵在標案的設計 很簡單 他就是只有一個所謂的先書面的計畫書來投標 那麼書面審查完以後 再來就是做interview interview一樣擺出了一排所謂的這個委員 對就是評審委員 那評審委員誰來圈選呢 當然郭市長來決定啦 郭市長決定好了這一排呢 委員們就只有接受兩個來面試 一個是藍天集團 一個就是郭董的這個鴻海集團 而且當天呢 依照這個我們很少看到郭董 為了一個標案會親自出席 通常都是下面的這個董經理啊 什麼這些計畫士啊 計畫士主任出馬已經差不多了對不對 但是這個案子郭董非常的重視 所以他親自出席來報告這個計畫書 果不其然啊這個案子就他們拿去了 那雖然是BOT案所謂市府不出一毛錢 可是市府是出了龐大的土地啊 對 那我們得到什麼 50年我們得到了所謂的10億全力金 以及呢這個12.5億的所謂租金 土地租金 今天柯P的說法是說全力金太便宜 租得太便宜 真的太便宜啊 因為以同樣的這個地點 旁邊有一棟叫做新光華天地 那這個是以前在光華橋下這些IC產業 這個聚落搬過來的 那搬來以後呢 這邊的土地只有5000多平方公尺 鴻海的這一片呢是8000多平方公尺 所以足足多了1000坪喔 1000多坪呢 結果他在新光華天地 一年收到的租金是8000多萬 8591萬 那可是郭董這邊呢 是租金加全力金 一年以來4500萬 土地比較大地 連後呢 繳的租金比較少 這哪有道理啊 所以如果平均以這個所謂 光華商場的攤商 來跟郭董這一隻大金魚比的話 那麼他們的租金呢 是郭董的兩倍半左右 那再來我必須要講 這個案子BOT呢 從頭到尾為什麼給他 這麼少的所謂1%的租金 公告限值1% 公告地價1% 原因就在於說 因為他是用交通設施的名義 所以他是以假這個 停車場的興建為由 然後給他這麼低的一個所謂的租金 他那個租金的優惠是交通設施的優惠 對 所以他才會主建物是下面的停車場 可是附屬建物是上面的12層樓的賣場 對 所以金站那個也是以這樣子 就是只有佔6%不到的交通設施 拿來包夥後面這些龐大的 shopping mall 飯店 商辦 住宅等等這些地上全 然後在我們台北轉運站也是這樣 在市政府旁邊的台灣百轉運站也是只有6%交通 7%交通設施 其他都是蓋W hotel 那個飯店的其他附屬設施 shopping mall 等等的這些 跟他講101就好了 101是個標準 在阿扁時代標租出去的 50年地藏權 你看我們從101這個大樓裡面 我們拿到多少的相關的利益回來 那每年的這個就十幾億啦 台北市政府現在每年可以拿到十幾億 是啊 OK 好那如果再拿個十年就一百多億 再拿個三十年就三百多億 是啊 那我們在大巨蛋 在文創 在邱葉遠的案子上 拿的權利盡顯然嚴重偏低嘛 當然我們00總總全部加起來 好不浪當 看有沒有一百億啦 這我補充一下 因為101還有補權分紅 對 這個完全沒有 另外一個就是 你當初是以停車場為主體作為標案 所以公告市值算一%嘛 對 權利盡啦 可是後來逐漸賣場好像快要變成主體了嘛 這跟那個精湛最像啦 十二層樓的賣場當然是主體嘛 你走過那一棟樓你會覺得它是賣場還是停車 它要在這個所謂簽訂日後三年六個月就要完成啟用喔 但是至於附屬事業 則無規範 意思就是說 其他實在你看你要怎麼處理我都不意見啦 這跟焦酒跟台北轉運站跟大巨蛋跟這個所謂台北文創 幾乎都一模一樣 那這幾個案子通通幾乎是在馬跟好任內主導的 你把它相對於阿扁時代的BOT 這不是不能比較耶 好 我們稍休息一下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柯文哲一上任台北市長之後發現 這個台北市主導的幾項重大開發案 這些年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首先第一個他們的合約都簽了 非常讓人匪夷所思的不平等條約 再來第二個條件是 這些取得土地的權利金租金都不可思議的便宜 但是郭董最新的廣告他要釐清的是 他要從頭到尾都合法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我問你如果真的照我那個故事說 有人出了三億 三億給你的對手 那如果是你當選 人家捐了三億給你 請問你要怎麼回報別人 台北市長柯文哲暗指有人捐款給對手 連勝文三億新台幣 外界紛紛把矛頭指向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讓連勝文忍不住出面回嗆 這個是完全不符合事實 充滿惡意的這種謊言 那我們只是不知道是柯先生亂講 還是他的朋友亂講 不過我們會保留法律的追溯錢 不只連勝文跳出來反駁 鴻海集團也展開反制 董事長郭台銘揚言 對媒體人周玉寇以妨愛名譽求償一千萬 但周玉寇隨即反擊反控鴻海威脅毀謗 不過郭台銘大動作提告 立委還是建議郭台銘應該先親自說明以正視聽 最應該說清楚講明白的是郭董他自己本人 不管有沒有捐三億 那不管他在整個三創園區的一個合約裡面 到底訂的是不是不平等條約 我相信郭董自己最清楚最明白 那所以也請郭董講清楚說明白 對此鴻海發言人電話不通暫時沒有回應 不過從鴻海一連串行動看來 就算同時面對台北市府跟立委 郭台銘照樣不減霸氣 打算跟兩方周旋到底 記者中華報導 好 中小平同學 我們今天一早看到鴻海 非常大動作登了這個六大報的廣告 那都是這樣子 頭版頭下面的半版 整個全包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郭董直接嗆聲說 拜託聯政署司法機關介入出來查 然後一查他希望所有的招標的文件 跟錄音錄影通通全面公開 就BOT案不管邱月園 不管大巨蛋 不管任何松山文創 都不可以再弄BOT了 因為我們事故損失太嚴重了 因為土地的賬 郭龍斌根本不懂土地 那下面也不跟他講 郭龍斌跟他們有沒有說他們政治獻金 這個請聯政署去查 可是總之 他說郭龍斌不懂土地 他是太懂土地還不懂土地 就太懂土地知道這個是寶 要這個好好給好朋友 如果有政治獻金的話 懂土地他不會收那麼少 如果有政治獻金 這個以後再說啦 我講門道 我們講兩個來比啦 光華新天地跟這個邱月園來比 光華新天地他總共可經營的面積 樓地板5000平 然後停車場地下三層 他一年繳8000萬給政府 如果以50年來計算 如果仿造郭台銘那塊 那是不是收40億 好 那再回到這個邱月園 他的那個樓地板的績效 大概我認為 菇比光華新天地 大概多兩到三倍 因為它是新的東西 很時髦等等 如果把光華新天地 一年8000萬 乘以50年40億 你多五倍 大概是兩 總共產值連停車場比加多兩倍 樓地板比加多1.6倍7倍 產值多兩三倍租金 這個是新的東西 新的玩意兒 我認為250億到300億 是比較合理的 權利金 而他並不要花本錢去研發 再花錢 我們得到什麼 他出了什麼 得到了300億 一 他出了38億去蓋 他給我們一年2000萬 大概給政府得到 所有他50年 大概交了五六十億 可他租出去可以租兩三百億 這就是利潤之所在 這就是這筆帳 我們市政府 好像我們算不清楚的地方 可是剛剛加清算 老半天 照現在所有的合約走法的話 市政府50年之內 可能可以拿到的是22.5億 等於一年大概4500萬 4500萬一年我把它除以12個月的話 平均每個月大概是三四百萬 我吐個槽 一個月如果三四百萬 大概只能租中校東路 UNIQLO那棟樓租金的三分之一 UNIQLO跟LARO 一個月的租金大概一千萬 今天光華新天地 他一年八千萬 一個月差不多七十萬 七百萬 那你一個月應該給人家多少 你比人家績效多四五倍 你比人家大 然後又比人家時髦又新 我先不談他投資38億 蓋起來都不談 那你是不是應該一年 一個月收幾千萬 對 一年收幾億合理吧 合理 合理吧 一年收幾億當然嘛 市政府是地主 我旁邊那一塊比較小的地 我一個月都可以收七八百萬 那我更大的地 我應該要收更多 收個三千萬合理吧 對 三千萬一年是不是四億 是合理 那五十年是不是兩百億 這筆帳算清楚 我想觀眾一聽就懂了 可是惠珠姐姐 為什麼每次要簽這種BOT合約 就算不清楚 我以我自己來講 我在台北縣做局長的時候 我們手上也有很多BOT案 那做BOT案 其實政府是非常的擔心 很小心的 我們現在政府的採購有幾種 一個就是說最低標 一個是合理標 以這個案子來講 秋葉原 如果說政府不要BOT 他要自己蓋 市政府他可能要編很大一筆錢 然後把這個大樓蓋好 那蓋好以後 他就去招商 招商然後經營管理 那很可能就是說 你要付出幾十億 然後你的這個租金 就像隔壁的那個 一年收八千萬 對 那這樣子 政府在財務操作上 還有它的困難 第一個你要投入很多 第二你後面的租金 其實也不能收得很高 因為我們政府 那個收租金有一個標準 第三你可能還要去付出 地價稅房屋稅水電費 你還要有管理人員 你將來那個管理 每年都要投入幾億 而你投入的是幾億 但你收到的租金 可能是幾千萬 所以全世界都有個趨勢 就是說我們結合 民間跟政府的力量 一起來經營 那甚至我們中央 很多的這個各縣市BOT案 他們都列管 還到國際去招標 變成你台灣對國際 招標的一個案子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就是說 政府在做公共建設中 BOT是一個工具 聯合開發是另外一種 聯合開發是我們的捷運 經過的這個場戰的土地 它跟這個地主 或者是跟其他的業者 結合做聯合開發 然後如何分回 那是另外一套制度 好 那BOT案呢 每一個都是個個案 因為它沒有標準 你說秋葉原的案子 跟巨蛋的案子 跟文創的案子 它的面積不一樣 它的功能不一樣 你要如何去做這個BOT案 這就是個學問 我記得以前我在台北縣的時候 比方說我們要做一個 攬車的BOT案 那我們就要去請教很多的人 如何做如何規劃 我記得在我去之前呢 台北縣就發包了一個規劃案 怎麼去做這個攬車 找專家學者來看 場站在哪裡 那你做攬車 賣攬車的票 它是不會賺錢的 所以你就要回饋 回饋什麼呢 你就要回饋一些附屬設施 比如說讓它在這裡 可以開一些商店 因為賣攬車票 就像我們今天貓攬那樣賠錢 那所以這就是整個BOT案 就是你的主要的功能是什麼 比如說是停車場 或者攬車 然後你要給它一些附屬設施 讓它可以回本 這是整個BOT案的設計 好今天我們來檢討這個BOT案 就覺得說這個BOT案 好像定的條件太低了 那這個呢也是很多的 這樣子一個困擾 就是說BOT案它就是政府定 以台北市來講 所有的BOT案歸財政局管 以當年我在台北縣的時候 周錫瑋縣長是說 BOT案主要由經濟發展局 來負責招商 那個別的比較攬車 就歸我們觀光局來做 好了那它就沒有一個機制 今天我們說這個太低了 可是我覺得以台北縣過去 我們有那個觀光飯店招商 商人是很聰明的 它打打算盤不夠到 它要賺到的那個標準 它就不來標 所以就會流標很多次 那流標一次 你的條件就要降低一次 就以我們的雙子星來講 流標了五次 那每一次沒有人來標 你就要把這個條件再降低 利潤再放寬 那就一直降一直降 所以我覺得今天BOT案 我們每一個全霸 所以你這個好像說太便宜了 太怎麼樣了 但是可能要回到原來那個原始點 去考慮到說 當時政府財政局做這個標案的時候 那個時間 那個時候的物價 那個時候的情況 才能夠去論斷說 它是不是真的圖利 否則的話我覺得 從現在的角度去檢視以前 也不見得公平 那這裡我覺得 其實要衍生另外一個機制就是 誰來為BOT把關 不是說BOT BOT10年20年以後 我們在那邊罵 以今天這個101來講 大家也罵啊 為什麼101那個D是我們的 可是101那個公司 我們台北市政府沒有任何的股份 我們也應該在裡面 佔個5% 10%的這個股份 所以我是覺得說 從這個案子 是不是中央可以針對這些BOT案 再重新擬定一個標準 就是說你市政府或者縣政府 做了BOT案 誰來做一個審查的機制 阿亮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不是BOT過程有沒有合法 當然都合法 重點在於 事實上這個案子不能用金融海嘯 那個時候說很少人來標 所以有一些案子也許 這個案子很多咖來標 很多人來搶 鄭威都來標 郭台銘的弟弟都來標 那他那個時候可以打敗藍天 藍天那個時候百腦會是做得最火紅的時候 那後來當然郭台銘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他提供青年創業基金兩億 那說服了大部分的評審 那這個時候市府就要站在一個角度 就是他是要邱月園的長期績效 還是要那個基金 那後來當然 那那個基金是給了誰 不知道 他就說他要捐兩億 那邱月園現在也還沒開始營業 可是我的意思是 停車場現在營業了 本體還沒有營業 可是就是說 因為台北市有好幾個這種案子 BOT都讓人家覺得 你後來那個附屬的那個 都變成超越了原來的功能 那個交九大樓是最明顯的 交九大樓後來那個金站 他那個轉運站只佔了百分之九點四趴 其他都是金站商場 那這個案子眼看又要變成這樣了 那當然附近的人就會抗議 就是說人家本來期待你是停車長為主體 那後來你變成一個大的商城 而且還故意把那個空橋這麼延後 不跟我接在一起 就擺明了就是只要顧客進入 你那一棟就不會來我這一棟 那不就是要把我打死嗎 所以為什麼 最舊的光華商場 會抗議 會抗議這是有原因的 然後跟市府陳情郎好幾次都不理他們 所以後來就去找市議員 所以這個事情是這樣鬧出來的 所以後來一周刊也做了專題 那我金站也是一樣 金站當年陳玉梅國民黨的 他就住在附近 他是台北車站附近 他是那邊的議員 然後他就講說 你為什麼到最後真正用來這個轉運站 只有六千多坪 然後攻他的金站商場的變成是兩萬多坪 那這個邏輯是什麼 這跟大巨蛋一樣嘛 中間打棒球的那一個坪數很小 旁邊所有的生命目都一樣 所以每一個BOT都長得很像 他雖然基地不一樣明目不一樣 他最後的玩法核心的邏輯都一樣 然後這個政府很奇怪 就是包括馬英九跟郝龍斌都一樣 他到最後都是本末倒置去迎合 或者比如說柯P說為什麼叫各地賠款 就是你去迎合廠商的利益嘛 那不斷的接受廠商的新的條件 那就是坪數他商業的部分越來越大 交通的部分越來越小 那停車場的部分相對於賣場可能功能也越來越少 所以你這個BOT的邏輯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不是在辨稱說 他是招標有留弊 違法不是這個 就是說我們就拿他的BOT 來比較別的縣市的BOT 甚至比較陳水扁時代的BOT 看你最後的合情合理 或者中效的程度是比人家差嘛 要從這個角度來看會比較標準一點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科文哲的上任不到一個月 那台北市幾個重大的BOT案 遠藍都快要發展成B案了 那今天早上這個攤開報紙 郭董六大報頭版頭的下面 都登了這樣半寶然的廣告 郭董喊冤 為什麼喊冤 他說他從頭到尾都照這個法定的 招標的流程走 而且他非常的歡迎聯政署 或者司法機構來查 查得出東西移送法辦 查不出東西就還他一個清白 那劉文雄同學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台北市政府幾個BOT 他首先第一個 都走行政的招標流程 第二個 他的招標的流程的過程 不是很透明 可是招完標之後 簽下來一些大家覺得不合理的條約 可是這個約一簽 即時生效50年 所以在法治社會 你如果拿著合約書 台北市政府要告任何一個BOT的廠商的話 就合約書來講 台北市政府還相對弱勢 未必可以有機會翻盤 這個也是為什麼 柯文哲看了富邦的合約書之後 覺得這看起來都合合約 是不是合法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政商這中間採購標案 有沒有弊端我們不知道 可是很多時候廠商是照合約走 而那個合約是不平等條約 那普遍除了不平等之外 還有一個共同的特性 就是租金都非常便宜 你怎麼看 BOT說實話當年都是好事情 就是說政府的財政不必付出這麼多 讓這個民間人做的 就讓民間人做政府可以不要做 這句話當時是游錫坤 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根據EDC的那個時候 他說民間人做就政府不要做 這樣子 當然是好事嘛 那問題這些都叫特許行業 特許行業的行政財量權太高了 我一直強調這一點 那我不是說郭董事業你有問題 但是我請問台北市政府 在郭董這案子之前 至少有三個以上案子 是用地上權的 C25就在101的對面那邊 那個拿170多億的權利金 也是富邦的 那也不過就50年 地上權 東化北路有一個住宅 底下還要買 就是取得權利的人 要幫他蓋一個派出所 還要付出這個權利金 都是幾十億的 那我就不想 為什麼這個那麼便宜呢 總共你剛才講 權利金加上那個 22.5億 那我剛才大概算了一下 8000坪的話 如果每一坪收1500一個月的話 大概50年可以收100億以上 還不包括提升上 那這樣算起來 他投資算非常花得來 他的這個投資報酬率至少 至少5%以上了 我這邊都不提別的 我數字都不要算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觀眾 有時候說 你們算這個不對 我有另外的算法 我只是請問你 為什麼不用地上權 你用地上權的話 每一坪多少權利金 幾年一算 這塊地大概至少拿100億回去 可是他用交通設施算更便宜 就是因為這叫多目標使用 因為交通設施用地 本來就地價算便宜的 公告限制也好 公告限制也好 都很便宜 因為他是交通用地便宜 有幾個不能變的就是說 他的都市使用分區 可能叫停輪廠 還是交通用地 停輪廠用地 停輪廠用地 那你交通用地 就只能多目標使用 這也是法律上規定的 多目標使用到底多到什麼目標 那就看執政者 所以我說這種地就是用地上權 給他你優惠可以說 你可以蓋多少坪的商業用地 或是可以蓋多少坪的附屬用地 可以 但是你要收地上權嗎 交通用地不能用地上權 不可以可以 我跟你講 現在用租金也是一樣 就是說請問台北市政府 為什麼不用地上權 反正都是50年 這個地上權的話 至少可以拿到現在 10倍以上的利潤回來 那我就請問 你只要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BOT上權 而用BOT 我幫劉委員補充一下 有秘辛 其實當初 據說啦 郝龍斌是跟郭台強講好的 可是郭台銘 為什麼一定要攔弧 把他弟弟的那個牆 他自己一定要做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給他兒子 做一個試驗的場合 他兒子想 兒子好不容易 本來是不玩的 要弄文創 不要搞接班 因為這個案子 可能是他兒子接班的 一個動力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郭台銘 他們一直 他們心裡最痛是什麼 他們做出了生產鏈 鴻海的毛利很低 他們一直很羨慕 像台積電那樣 台積電是技術本位 資本密集 他是勞力密集 所以他一直想 那他想要做通路 可是他在中國大陸 同一時間 做了萬馬奔騰的通路 是失敗了 但是失敗了 那他在台灣 其實也沒有大型通路 就這一個案子 對 因為他失敗了想找回面子 大陸失敗 台灣這個想成功 他們認為判斷這個通路是會成功的 另外他們其實 我們也希望市政府給他壓力 課問著 可不可以三星賣場把它廢掉 因為三星賣場 他們不是很在意三星賣場 只有一層樓 因為三星賣場 他認為利率很低 他想做高檔的 譬如說像遊戲 像電腦軟體 像雲端這個 所以他希望企業一個小起點 做個轉型 以前是比較低級的代工 現在是比較高級的軟體 這是他一直想做 我們其實講一個最重要的門道是什麼 土地是我們市政府的 那你就自己弄自己蓋 沒錢的話 沒有錢 有錢就去借 沒有錢就去借 你就花三億幾億 蓋好再租給郭台銘 那個錢是多好幾倍的 這第一個 就郭台銘最後他怎麼獲利 他還是 我花了三十八億蓋起來 我用BOT案 我五十年 我做二房東 大房東叫做市政府 叫郭龍斌 做二房東 每個百貨賣場都是二房東 因為做二房東 其實他也沒有出本錢做研發 他還是收租金 不管你擺什麼攤位 那通路就是在幹這個事 所以門道就在這裡 為什麼要讓他做二房東 而不是我們自己做房東 而讓郭台銘做房東 這是最關鍵的地方 那佳慶寧 台北市政府這些年的開發案 都到最後變成圖利特定廠商 那現在媒體一追 發現柯文哲很兇 從大巨蛋打到美核市 然後又打到市大運 又打到遠雄 又打到這個文創 那現在又打到秋葉原 可是共同的特色都是這樣 精華地段的土地 然後特定人士來開發 然後權利金非常便宜 然後最後台北市政府 這種不平等條約 照合約走人 一走就是五十年 像以美核市跟台北市 現在來仲裁來講 台北市政府真的要仲裁 他還算相對弱勢 因為美核市是照合約走人 現在就是說 當你簽下不平等條約之後 所有法治社會 你要照法律流程 來取得公道 幾乎都快要變成不可能 對啊 大家都常常在講一句話 叫做惡法義法 就是說這個法在怎麼 當時定的不對 現在那個法還存在 所以必須按照這樣繼續下去 所以逼得很多人說 我必須要改革啊對不對 我必須要革命啊 才有辦法改變 那現在這個法治社會 也是這個問題啊 我約跟你簽了 當時我又沒拿那個 拿一個刀子架在你脖子上 是你市政府願意跟我簽的啊 你現在試過禁簽 換了市長 難道你可以說 這個就翻臉不認這個 原來契約嗎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 設了一個非常大的陷阱 跟窟窿在裡面 即便現在去抬提仲裁 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好幾個案子 都在仲裁中 包括現在台北轉運站 我們當然是要回那個地租啊 那個事情 就已經跟他們在仲裁 已經仲裁了好幾年 我在市政府 市議會裡面的財政委員會 已經罵了大概三個委員 三次的會期了 那就是三年的意思 那這個案子解決沒有 到最近才剛剛解決 那同樣的問題啊 如果這個進入仲裁 又要仲裁多久啊 所以大巨蛋你說要仲裁 你說美和事你要仲裁 到後來通通是台北市政府在虧啊 因為他還在仲裁期間 他都可以照常進行喔 他可以繼續做他原來原來的使用功能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完全不平等的狀態 那市政府為什麼搞這些東西 這些人都不懂嗎 是真不懂還假不懂 其實我是覺得有稀可循啦 馬英九上來以後呢 有一連串類似的狀況 不斷的用同樣的模式在複製 那以我台北市有一片精華地 在所謂的文山區國發院那批土地來講 當時為了要替國民黨這個土地結套 講的名義是什麼 我們有一個小學啊 那個土地太小啦 學生太多啦 所以我們不得已啊 都找不到地啊 所以以這個學校改建為由 然後呢就把這片土地說 變更成教育用地 然後趁機呢一併處理它 本來是機關用地的 一起處理成駐商用地 那建商就種大樂透了 對 它只要捐出三分之一不到的土地 然後其他超過70%的土地 它就變駐商用地 然後馬總統就可以 馬英九當時馬主席啦 就可以去跟這個建商呢 進行這樣的土地交易 適合要賣 那時候賣43元 現在那土地300又超過了 最壞的是把三分之二的私人土地 都變成國家用地 對 對 那這同樣的邏輯 在其他這些案子 你說美和氏案啊 大巨蛋案啊 台北文創案啊 這個秋葉原案啊 金九等等 都是類似的狀況 假一個小小的這個什麼 公共設施的民意為由 然後行圖利財團的這個事實 那把那個契約定得到你現在 我覺得郝龍斌現在好處啦 好意思出來嗆蝦替財團說話說 沒有啊 割什麼地 我是割到遠雄的地 請問一下 那有哪一寸是遠雄的地 好 我們稍休息下關過後 再回到節目現場 會不會到年代向前看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柯文哲上任不到一個月 這個好幾個過去 台北市政府主導的BOT連開案 也難都快要發展成B案 那我手上最新的報紙喔 今天呢 郭董一口氣登了六大報 那他呢 也嗆瞎說 台北秋葉原的三創的開發呢 從頭到尾都是合法的 歡迎司法跟延政單位去查 可是合法 那很多小老百姓 尤其是旁邊的光華商場的小店家 算一算都覺得不合理啦 郭董你的租金跟我的租金 為什麼差很大 所以柯文哲講到一個重點 秋葉原被賣得太便宜 同樣被開發的太便宜的 還有光復南路跟中孝東路為基地的 大巨蛋跟文創相關的開發案 而這樣的開發案呢 聽說柯文哲每次開會呢 只要一提到重點 就氣到要吃高血壓的藥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吃晚飯隨身攜帶黑色包包裡 隨手拿出幾顆藥就往嘴裡塞 選舉期間出訪美國 柯文哲飛機上偷偷吞藥 曾經擔任選戰幕僚的潘建制 也是事後才知道 因為醫生會比較重視自己的身體健康 所以我知道他去美國訪問的時候 事實上也有帶高血壓的藥過去 對 柯文哲自稱特殊材質藥還是得不離身 選舉期間長藥幕僚幫忙包便當指明不要肉 其實也是因為高血壓 他對吃很不講究啦 他吃飯很快啊 那在家裡也吃的都很清淡 而且是以蔬菜為主啦 他比較好的就是說 其實柯醫師也不胖 就胖也是一個危險因子 而且柯醫師之前大部分 他可以的話就是擠腳踏車 或是走路上班 他其實也有一定的運動量 那現在可能就 我覺得他要另外找時間出來運動 然後體重要控制好 無法運動只能靠叫物控制 但遠雄大巨蛋違約 沒得罰真的讓他氣到血壓升高了 每天要吃多少 每天要吃多少 這個就是每天要吃藥就對了 那醫生的總是會 比較關心最後的身體吧 夫妻倆都是醫生 柯文哲身體打理全靠太太 不過拼試鎮茶壁還是得放鬆一下 請退馬愛狗才能變成一尾活龍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好 劉文熊同學 我們看到柯文哲這幾天是P 秋葉原被賣得太便宜 然後他每次跟大巨蛋相關的議題 跟官員開會 都會氣到跨高血壓 那這幾天的媒體整理 他對戰四大五大財團 包括黃昌富邦日盛生遠雄跟鴻海 這其中都是市政府重要的合作partner 那每一個相對的條件開發 都快要變成不平等條約 所以才會有人笑稱 這個財團好像遠然是金光檔 搶台北市政府最快 但是郭董從頭到尾是在喊冤 你怎麼觀察 郭董可能會認為他冤 因為他覺得說 當時他用了很多的律師 現在也找了很多律師看他自己的契約 他覺得都很正常 那到底有沒有所謂的 這個政治上的大家互通有無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好 我必須說 當馬英九跟這個郭龍斌 為什麼每一次都在選錢 都有新的很好的計畫 而且簽了 就像我們看富邦跟這個台北銀行 他是在馬英九在選連任市長的時候 8月8號就在那一天 連科員都沒有簽 由科長直接簽稿併程 八個圖章 九個圖章 簽到市長 同一天裡面就把富邦這樣處理 台北市銀行弄掉了 一樣情況 當郭龍斌在處理這個 所謂的當時的大巨蛋的時候 也是一樣 五次的這個環評不過 可是最後 因為選舉快到了那一年 他選連任 五次環評不過 然後他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去約 一個就解約了 五次環評不過 就應該是解約了 但是後來他就很自以為 我說我現在有 我割了那個遠雄多少坪的土地 建平 那個容積率是本來加上 後來給他加上去 你只是砍掉一點點而已 那也是在選錢 最後一個大概也是 10月份的時候簽的 所以你就發現 那這一次的這個文創 三創做了這個邱越元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有一位財政局局長 陳慶的財政局局長 他說一定要在12月17號 一定要完工 果然的嘛 果然那天他們剪彩了嘛 表示完工嘛 對 這都是馬屁文化嘛 這一張照片就是前一陣子 他們這個一定程度的完工 實際上他是還沒開始營運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張照片的曝光 這一張照片的曝光 是滿難得的 郭守正代表洪海出來 這個主持重要的事業 然後郝龍斌當時還沒有卸任 那這一個是雙方其中的一個 完工的這一個 合約的記者會的過程 我請問有人會覺得說 三創就是郭守正的嗎 不會嘛 台幣看的是郭台銘 那我們就在想 有這麼多的BOT案 大家看到的都是很特殊的財團 但是我必須說 沒有相當程度的企業 他也出不來嘛 就算這一次的邱業員是 比如邱夫婦生拿到了 或是剛才說藍天電腦 姓許的他們拿到 那也是很有名的企業 只是說你不管誰拿到 到底合不合理 我們從過去的ETC 從過去的台北101 從過去的巨蛋 老天啊 每個BOT案都有問題 這些問題 現在都被抓到說 一個最大的利益 完全不歸國家 完全歸私人 所以你看台北市政府 都沒有人會算帳嗎 還是那個錢算到哪裡去的 不曉得 真的 所以鍾小平同學 我現在完全理解 為什麼舊光華商場的小商家 他們都覺得很不公平 他們第一個天 你空橋不弄 你又弄三星賣場 這些人全部等著倒閉 我的選區一直跟我沉緊 我打個岔 這個空橋本來就是要搭到 這一個兩棟樓互通 要讓人潮互通 國家反悔不做 那為什麼可以不做 這跟合約就違背的第一個事情 我們為小市民講話 所以我覺得我們討論結構問題 比較有專業 而且比較嚴謹 這兩個做了16年 這16年就是土地狂標期 這兩個市長 郝先生跟馬先生 16年三個市長 四個市長我們都要討論 很簡短 第一個 你阿扁也把信用合作社 賤賣給成 變成成炭銀行 而且前一天 不經過會員大會同意 而前一天知道內線消息 一塊換2.6塊 這是阿扁的問題 再回到這兩個市長 是土地的問題 都是選票跟政治現金惹的禍 那這16年什麼最貴 土地最貴 所以各種形式 然後土地 就是我們思考 我是國民黨黨員 這16年來 為什麼我們不是一個中產階級 小市民 中小企業 年輕人的代言人的政黨 而是跟土地財團 走那麼近 掛那麼深的政黨 這結構問題我們一定要談 關華商場的小商家 關華商場的小商家跟你說 我是中小企業小店面 所以就不顧他 我在這裡混了20年 旁邊人家隨便來 條件都好我恩倍 你去關華商場問問看 如果你打 你就是打通 你如果這件案子 你給他多拿兩三倍的租金 政府多收五六十億五十年 一年一億 然後就真的打通 讓這個邱月圓可以做成 讓小商家那些 原來的關華新天地 也可以存活 這就是小市民的思考 再回來 我們來談這塊地 談大巨蛋 談什麼 就是為什麼 我們這些市長 是不是可以 從今天開始 都不要拿財團的錢 而拿中小企業的募款 拿中產階級投他選票 好 那除了不拿財團的錢 我作為一個小老百姓 我要問的是 那五十年不平等條約 還沒走完的四十八年怎麼辦 那四十八年 我們通通都要接受 不平等條約嗎 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什麼現場 那回到年代 向前看什麼現場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 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九號 我們看到今天早上六霸到 這個偷半頭 通通都是郭董的廣告 郭董登廣告幹嘛 他要澄清 他在台北邱頁園的 三創的這一個開發案 並沒有任何的舞弊 他希望所有的廉政 跟司法相關的單位 快快介入早早調查 因為一切他都是依法刑事 依法辦理 可是同一時間 柯文哲是跟郭董槓上了 柯文哲的說法是說 台北邱頁園被賣得太便宜了 而且台北市涉嫌圖利特定廠商 那到底有沒有涉嫌圖利特定的廠商 我手上這一份公文是台北市 當時財政局發出來的函 他們在簽約的時候 就說台北市的邱頁園這棟大樓 本業是地下停車場 而樓上十多層樓 總計將近有八千坪的賣場 是附屬建物 所以因此他們就取得了 停車相關的交通設施的優惠 台灣社會小老百姓在看 台北市政府換人當家之後 槓上這一連串的案子 怎麼通通都是政商聯手開發 而且政商聯手之後 往往就變成特定的弊案 這一堆政商弊案報不完的背後 有多少不會人知的故事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劉文琼同學好 大家好 再來郭鎮同學 大家好 張宋文同學 好 鄧小平同學 大家好 阿彩珠學衡 各位大家好 再來是光晴 大家好 這個我剛剛講到 台北邱頁業員的案子 因為上個禮拜 Coco姐姐點出三億的先生 是不是郭董 郭董先槓上了Joy Call 然後同一時間 這個媒體開始追 郭董在台北市並非毫無任何案子 在進行 事實上 光華商場旁邊的這一個 台北邱頁業員三創的這個開發案 這就是郭董隸屬的開發案 好啦 郭董現在一早登一道堆廣告 郭董說趕快還他一個清白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翻開各大報 頭版廣告都一樣 紅海董事長郭台銘生氣了 砸下六百萬買廣告 要向北市府喊話 先是要求市長柯文哲 把三創園區當初的投標書和評審過程 包括錄音影音檔 48小時內通通上網公布 並且立刻移送司法單位調查 證明紅海清白 最後加強聲明 三創園區暫時停工 除非北市府認定得標過程合法 才會復工 不可能在48小時內把所有的資料都公開 因為裡面涉及到資料保密法的問題 如果公開的話 其他廠商的資料也公開的話 那這可能會涉及到違反資料保護法的問題 北市府態度強硬 其實三創資訊園區位在光華數位新天地旁 2010年由紅海得標 誓言打造成台北秋葉園 帶動商權發展 事前台北市長郭龍斌任內重大政績 不過有議員解釋合約局發現 三創園區的主體是地下停車廠 12層樓的商城成了部署設施 租金也只收土地公告限制的3% 直以北市府涉嫌土地廠商 讓業者口袋賺飽飽 每瓶528塊 奇怪怎麼那麼便宜 讓我們回去再算 市長當然是非常非常的不客氣 所以他特別要求局裡面提出了 就是說不會接受財團的威脅這句話 所以這一部分我想這個是我們 福裡面跟局裡面的態度 我再次強調不管是局裡也好 福裡也好 我們從來沒有對三創公司對外 說任何一句話 柯文哲一上任 窮罪猛打來贏執政的BOT案 三創園區不只要查 還成為民嘴口中的揭壁題材 讓後海董作大動該火 不惜更上北市府 原定3月要開幕的台北新地標 恐怕跟著出現變數 記者中午到 阿宅我們看到今天早上六大報 通通都是郭董的廣告 郭董是因為台北邱業員的案子 槓上了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現在 柯文哲的說法是說 從頭到尾都賣得太便宜了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件事情先從頭講清楚好了 當初的狀況是因為這個新光華商場 旁邊有一塊地原來就是停車場 那問題是當初新光華商場蓋好之後 那大家覺得說那這既然有快遞要怎麼利用 那後來台北市政府就開出來一個 那停車場是不是就蓋成一個3C商場 那於是他就公開招標了 那公開招標大概有七家廠商去投 中間有一家是鴻海 那鴻海去投之後最後他中了 那可是一路運作到這裡 這幾天出現了很多人質疑說 這個當初很多人給他第一名 鴻海到底有沒有問題 或者是這個工程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延宕 或者是他的這個天橋連過來 到底是不是有照合約來依法運作 那柯P看了這一些質疑之後 包含有些市議員也介入 提到了這邊這些東西 當地有其他人不滿 特別是新光華商場那邊 因為這個天橋不蓋過去啊 對他們來講人流不會從新的大樓 來到舊的大樓的時候 對新光華商場四五樓以上 特別是四五樓以上非常傷 因為那邊的人潮已經非常少了 好結果柯P就生氣了 柯P說請注意柯P的標題是說 這個東西賣的太便宜了 那請大家仔細想一想 柯P說賣太便宜的主體 也就是他主要要講的主體是 市府賣的太便宜了 也就是五十年的權益金十億 柯P覺得這個價錢太少 這個價格不夠 所以換句話說 當初柯P在受訪 或是他自己講的時候 主打其實是打好龍斌啊 意思是市府有問題 市府把這個權益金開這麼低 開發權益金只要十億喔 那開出去太低了 可是問題是這妙就妙 在有時候打架 所以誤重他人 就是這一拳其實要打向好龍斌 那好龍斌有跳出來講是沒錯啦 但問題是出來真正最大動作 登了六大報頭板頭要主打的 這個人反而是郭董 郭董又用他慣例的 非常強硬的口吻說 48小時之內限你把所有的資料拿出來 然後讓大家看清楚 到底我郭台銘有沒有任何 違法違規的事情 然後把所有資料都送給 政風相關單位 那更重要的是郭台銘說 那我們現在就停工了 我不爽繼續蓋了 中間如果有任何場上損失呢 都有在法律範圍內 都有我郭台銘負責 所以這一下這個戰爭就奇妙了 原先是柯P認為前朝包含了好龍斌的市政府 在這個規範裡面賣的太便宜 結果這一拳出來黨 而且出來正式宣戰反而是郭台銘 所以生氣的人變得越來越多 從柯P生氣到好龍斌生氣到郭台銘生氣 而中間有兩個人通常生氣之後沒有善聊 一個是郭台銘一個是柯P 我們接下來一般市民啊 大概只能看著一個財經界的一個大佬 或是創業界的大佬 跟一個政治界的一個台北市首都市長 兩個人對撞啊 到底會打出什麼樣的火花來 我覺得這個東西接下來戰爭很值得期待 那劉雄同學 我現在手上秀出來這一個陸陸續續 因為其實真相只有一個 那雖然台北市政府跟克文哲的說法 跟郝龍斌的說法這中間是有落差的 可是真相只有一個 首先我剛剛秀給觀眾朋友看 最早在這個財政局相關的合約當中 就已經載明了郭董的這一個建築物本業是停車場 是下面那個 但是副業隨他玩 所以他玩出了12個樓層的商場 這是第一個 所以現在各界雖然批評說他拿到很大的優惠 可是當時財政局的合約跟人家這樣定義這樣簽 第二個招標的過程是有評審制的 導播我們鏡頭給個特寫 現在媒體曝光的這一個是當時邱業員招標的 最後五個相關的參與投標的業者 來我紅筆這裡是12345 那五個人都要評分 一是三創是郭董的團隊 二是另外一個T3團隊 三是台北夢想科技一個團隊 四是直接藍天就用藍天的名字 因為他是股票上市公司他來投標 五是聯牆 這也是台灣非常有名的通路廠商 他也直接上市公司 直接用上市公司來投標 所以藍天跟聯牆 也列入最後的這個評分的前五大 各位觀眾朋友 你再看這一張表格 這裡頭總共有十多個評審 評審1邊號1到邊號12 那誰是1號誰是12號我不知道 可是在郭董的團隊裡 從1號到12號當中 每個都給他第一名最高分 只有第10號給他是第4名 所以郭董在12個團隊當中 他拿到11個評審的第一名最高分 這種評分就叫什麼 叫特許行業的行政材量權 那評審很重要 評審怎麼打分數很重要 所以這個第10位評審 當他給郭台銘 第4名的時候 給藍天第一名 我如果是政府的話 我會說那是不是要重新評分一下 雖然他只在一個 就是說當我其他11個人都說第一名 那我好歹我評個第二名嘛 是不是 評個第二名可以 因為採購法裡面規定的 如果差距太大的話 要重新來評分 而且要徵求在場的這個 這個主席或委員同意的話 可以重新再評 而且要把理由說出來 那當然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評分表 沒有說任何理由 應該他那個評分 另外的那個個人評分 一定有個理由了 可是這個分數高到 他95分就跟100分不是一樣嗎 對不對 你看那個藍天的部分 也都是90平均嘛 大概是這樣 但是代表說這個比較合理 至少你不會說到95分了 好那這位邱大展先生呢 我跟各位不好意思 我同學了 邱大展您同學 同班同學 我這個同學他有個特色 跟我有點像 叫什麼使命必打 叫老闆交代的 使命必打 但使命必打的下一句叫什麼 叫他死得很快 他就是這樣死得很快 他心裡也不平衡 他說我都是為政府 為國家做事啊 就像我剛才講的說 他主張的是什麼 他主張的是地上權 可是這個案子他主張是用BOT 對 所以我當然我 我節目完了以後 我要去問問這個同學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我很希望 這個第十個就是他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我最擔心的 其實喔 真的郭董你也不要太 太以為說一切合法 請問評分之後 評分之後到簽約 中間有沒有跟剛開始的投標 徐資有沒有變化 喔 喔 這個重點在這裡啦 當我知道是你得標的時候喔 欸 條件也不一樣 我如果知道是那個徐董得標喔 好 條件就延了 什麼延 那你不敢簽約 喔 重新開標 喔 這個不是我們常用的 我們沒有用過了 我們知道官員都會這樣用啦 當然不是我的人得標的時候 我給你騎著 衝衝衝 給你整個人 結果說 沒有啊 不要簽不簽 那第二孫內就來了 對啊 因為很多烏魯叢林的那個包商 到後來都死無葬身之地 從這個得標以後到簽約 有沒有超過原來許諾的部分 那這個就很像什麼 就很像我們的ETC 就很像我們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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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高速高鐵一樣 中間都會變更耶 中間都會變成這樣 奇怪 不然怎麼會大拔鬥 對不對 就是奇怪啊 變成這樣很怪的事情 所以這些就是說 沒辦法在這裡 那還好 那第三點就是說 我們政府真的要辦嗎 我拜託全國同胞支持柯P 你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柯文哲上任不到一個月 台北市幾個重大BOT開發案 現在幾乎都快要演變成B案了 那柯文哲今天講到一個重點 台北邱業園的開發案 這個租金被賣的太便利 可是呢 郭董直接嗆瞎 而且呢 六大報他都登了半版 頭版頭下面的廣告 他從頭到尾就說 我現在是公開合情合理合法的招標 那有意見的 不然聯政會或者是司法機構 你們好好來調查 那招標過程當中的評審 其中有一個評分制 主導了最後誰取得這一個標案 在五家最後評分入決的廠商當中 排名第一名在十二個評審當中 拿到十一項第一名的 就是郭董的團隊 那總得分排名第二名 也拿到好幾個第二名的是 藍天這個團隊 郭董覺得他從頭到尾都依法辦事 不過佟中彥說要告他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佟中彥胡說八道 還說我買票 因為這兩點 我來告郭台銘誹謗 控告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涉嫌誹謗 更再一次強調 三創園區BOT案明顯官商勾結 洪海在評審過程中有受到照顧 他們被刁難 會議的過程把它公開嘛 郭董台真的對郭市長這邊 非常的全力相挺 那所以有關就是說 我們一起看商的相關訴求 也是在郭市長卸任之前 我們希望把這件事能夠把它確定 園區上涼典禮 前市長郭龍斌親自鎮台 可見美市府和洪海的好交情 是否真如指控 北檢將會分案查明 但另一個問題 可能也讓郭董傷痛腦筋 去拜訪某一個企業家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我 他已經出三億了 他已經投資了 他不要了 不要換人了 柯文哲日前上節目爆料 有企業家拿出三億現金 資助對手連勝文 名字沒點破 充滿想像空間 而周玉寇竟然直接點名 我今天穿得夠不夠藍 企業家就是一路力挺連勝文的郭台銘 這點燃了郭董怒火 護港雙雙提供 三創園區 外加上三億政治現金 恐怕郭台銘會來將成為 北檢特徵組爭相約談 離心案情的重要人物 記者收到 阿亮 我們今天一早看到六大報 都是郭董的廣告 那郭董其實他想要表達的是說 他從頭到尾都是依到這個 公開採購的這個發飆流程種 那發飆的相關的流程 嘉欽追到的是台北市財政局 當時就曾經簽了一個函 人家函文裡頭就已經講得很清楚說 這一棟台北秋葉原三創的主建築物 本來就是下面的停車場 所以他取得了交通設施的優惠 至於上面要蓋賣廠 要蓋什麼東西都沒有規範 這個是白紙黑字 台北市財政局那個時候簽下來 財政局那個時候可能還是邱大展當家 那同一時間最後入選的五家廠商評分 人家鴻海第一高分 藍天拿第二高分 那其中12個評分的對象 包含有一個就叫邱大展 那其他十多人陸續媒體恐怕也會在追 你怎麼看 我們講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因為郭董他親自參加評審 那他附帶提出那個兩億的青年創業基金 是不是有人對他做提示 所以當場影響評審的觀感 因為其他可能都沒有這樣提 那他為什麼會想到這一招 這個可能要查明真相 那另外剛剛文雄雄湯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這個即使招標是合法 後備有幫他量身訂做做一些修改 我們舉一個例子 這個BOT案的契約6.3.2規定 他說未來要協助那個光華新天地外觀改善 還有空橋系統要把它串連 然後要創造雙贏這樣 這個是本來合約寫的 結果後來他就空橋其實不蓋 然後台北市政府就幫他搞了一個跨局處的會議 那說只要這個不增加一樓的這個嚴重問題之下 他說可以改成落地式的那個 用落地柱來撐住那個橋就可以 空橋就可以不蓋了 那這個當然就大華華然 然後台北市在他那個連那個落地柱的橋都還沒蓋之前 11月去年11月停車場就允許營運 重點在這裡啊 就是說原來的契約是說空橋要蓋好 創雙贏你就一起營業嘛 那為什麼去年11月你單獨允許停車場先營運 因為他這個停車場營運對旁邊那個 新光華天地的停車場打擊非常大 因為他的汽車有400多個位置 那光華這邊只有80幾個位置 然後他的停車場因為他位置多嘛 所以他的價格大概是他的六折 而且光華商場超難停車 大家都知道 對 所以大家都會去停嘛 大家要去光華商場買東西 每次在那邊找車位都找到快要封掉 沒有錯 因為他位置很少嘛 所以一下子他那個 立刻停車場的生意就減少三成 我講的是光華這邊啦 那這個當然人家會抗議嘛 就是說你空橋空橋在哪裡啊 沒有啊 那台北市你怎麼可以把它改成叫做什麼落地柱的橋 而且他也沒有蓋啊 到現在都還沒蓋好 可是停車場就允許他先營運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兩個了 第一個就是招標過程 你那個青年創業基金 是不是人家特別對你做提示 另外一個就是 後來是不是人家修改了這個解釋 讓你方便營運 然後原來承諾的東西並沒有做到 中小平同學你怎麼觀察 不管是這個案子 重新來提民事訴訟 民事訴訟 提民事訴訟打民事官司 不管這個 不管大巨蛋 不管這所有的BOD案 這樣子才可以提市庫找回來 還有齁 我先打個唱 民事官司 你那個廠商只要合約書拿下來 當初你不平等條約歸不平等 對啊 我知道合約犯事啊 不是不是 明顯有違法令 這個民事是可以翻文國律師 並不是定的不能改 不是的 民事判決法官有親力有一八次 假方便宜方氏 兩人都已經簽訂了 那是不是違反法令 違反善良風俗 違反事庫的短持 那是有的打的官司 至少打得贏 我認為有機會打贏 打不贏也表示態度 那從此你敢去告民事的官司 從此以後還有BOT案 還有土地跟民間合作 那就回到一個規範 然後事庫不損失 這是很重要的態度 張宋我們同學你怎麼看 秋葉遠應該是其中之一的 不平條約 包括巨彈 包括台北市BOT出去的很多事情 我們看起來 當然我們從上禮拜 郝龍斌前市長 他說請柯市長回去 好好把契約看清楚 那當然契約看清楚之後 當然你沒有辦法皮 沒有皮條 你對乙方是沒有皮條 因為當初 白著黑日下的合約 是這樣子啊 可是問題是內容是不合理的啊 那我就要告 所有的市民 所有的老百姓 現在是在懷疑說 當初為什麼不平等的合約 你站在甲方 你為什麼不去要求乙方 對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在質疑的地方 所以說你看齁 邱遠遠是這樣子 那遠熊 一樣 他現在是在恐嚇台北市政府 好啊你柯P 柯P你現在把我停 沒有關係 市運2017年 你看看你要怎麼搬 所以說好啊 柯P你現在就去準備一個場地 備案出來 我就是跟你搞 你看你要去 欺負台北市民喔 欺負我們這些狡情的人 你動作你有錢喔 不能這樣子嘛 而且不要太硬 最後還是柯文哲會贏 如果沒有拿到死罩 我就不跟你死罩 沒問題他有時間限制 例如說 他有壓力 對 七年期他不用講那麼快 說我停工不是柯P停工 是他自己停工喔 那你要停工多久 他為什麼敢這樣講 他生氣嘛 就是要恐嚇你嘛 柯P的個性不受恐嚇的啦 還有官不與民鬥 只要我認為我們講公道的話 不要太反傷 可是在合乎的範圍內 這都不過行政首長 台北市長 你們等著拭目以待吧 光潛要補充 其實喔 你看喔 好幾個案子喔 現在才要這個 比較一下 分別 這個排序一下 其實在這個邱議員這個問題上 我認為是 主要是要針對好龍兵 那因為合約已經定了嘛 那我們也提到相關的這個問題 尤其是我比較訝異的是 在口試的時候 波台銘親自到場 可以 評委可以 因為他提一個青年育成中心 兩億的這個經費 而讓廠商覺得 當時候 所有的這個第一名 可能就是 那個氛圍可能就是 紅海了 可能就是紅海下面的三創 可以這樣嗎 這第一個問題喔 那如果按照排序來講的話 邱頁元跟富邦文創 跟大巨蛋這三個案子來比 我認為還是大巨蛋的問題是最大 所以柯文哲也把大巨蛋這個問題 排在第一名 因為你比較 邱頁元的權利金是10億 富邦文創是 0.5%是營運基金喔 那可能因為第一年沒有獲利 所以才有56萬一年的那個 那個回饋的這樣一個數字 那此外呢 大巨蛋的權利金竟然是0 不管是開發會跟營運 那租金更有問題了 租金圈元是一年2000萬 然後呢富邦是 雖然那個坪數換算說大概只有 71.4元喔 但是他50年特許是12億 可是在大巨蛋這邊的租金 換算50年才是6700萬而已耶 那我們再看看富邦文創 比較有問題的是 合約暗藏玄機 50年後面還得延長兩次各10年 但是你看大巨蛋我們跳回來 大巨蛋喔 除了市府得到什麼 每年10天的公益使用權之外 然後呢如果換算 就拿SOGO百貨 他一年的營運獲利 145億來算的話 那等於是大巨蛋他又有百貨 又有這個影城 又有飯店 那初估是他可以賺到多少 50年是7300億 那這樣的一個生意 其實完全就是圖利的這個遠雄嘛 那今天洪志坤他公佈了一個文件 那個文件更離譜 那個文件提到說 當時候兩度延遲他的公期 那為什麼理由 一個就是說是挖到古蹟了 第二個是說他要提供給 台北市未來的世界設計之都 做場地使用 而我又翻出來過去 在什麼時候前緣 2006年的10月3號 就是之前文雄雄所提到的那個時間 那馬英九已經要卸任了 他的那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營運的 那個合約一簽下去 那你就看到裡面的條文 就是很多已經是不平等的 譬如說他如果延誕公期的話 他每天的罰款是10萬 但是他有設定最高上限 是千分之三十 意思說不管他因為什麼原因 他只罰300萬 而馬英九當時候跟他合照 然後兩邊說開工 預計完工的時間是多少 民國99年 可是現在已經民國104年了 你會覺得馬跟好 打造了非常多的上權入國條約 所以郝龍斌現在跟你講就是說 你看清楚合約吧 那我們要問的是說 何以簽訂這個合約 裡面是不是有弊端 好 到底是柯文哲看不懂合約 還是這個合約太扯呢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回到年代向前看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柯文哲上任 不到一個月追蹤台北市幾個 重大的BOT開發案 幾乎都快變成重大弊案 那為什麼呢 這個柯文哲的說法是說很奇怪 不平等條約到底怎麼簽的合約 真的太扯了 郝龍斌的說法是說 請你好好看 你看合約 那小老百姓要問的是 為什麼這些口口聲聲 學歷高 專業高的高官 他們執政的時候遇到財團 都會自動簽下不平等條約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道 我問你如果真的照我這個故事說 有人出了三億 三億給你的對手 那如果是你當選 人家捐了三億給你 請問你要怎麼回報別人 台北市長柯文哲案指有人捐款 給對手連勝文三億新台幣 外界紛紛把矛頭指向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讓連勝文忍不住出面回嗆 這個是完全不符合事實 充滿惡意的這種謊言 那我們只是不知道 是柯先生亂講還是他的朋友亂講 不過我們會保留法律的追溯前 不只連勝文跳出來 反駁鴻海集團也展開反制 董事長郭台銘揚言 對媒體人周玉寇 以妨害名譽求償一千萬 但周玉寇隨即反擊 反控鴻海 威脅毀謗 不過郭台銘大動作提告 立委還是建議 郭台銘應該先親自說明 以正視聽 對此鴻海發言人電話不通 暫時沒有回應 不過從鴻海一連串行動看來 就算同時面對台北市府跟立委 郭台銘照樣不減霸氣 打算跟兩方周旋到底 記者綜合報導 好阿宅我們看 郭董今天動作非常大 登了六大堡 然後郭龍斌這兩天 今天兩天也嗆柯文哲 他前天嗆的說法是說 拜託柯文哲好好看合約書 那柯文哲的團隊是說 合約寫得太扯了 簽得太扯了 沒有我覺得郭龍斌今天 還有臉出來講 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就跟他跟這些財團定的合約一樣 完全不合邏輯 為什麼我們會提出質疑 或者說我們這樣講 如果柯P是個亂生氣的人 然後大家就會講說 你確實在做政治鬥爭 不可以 我們選你出來不是做政治鬥爭 但是那合約一亮出來之後 這不是政治鬥爭 這是我一般民眾 你什麼時候在商業界走跳 你能夠跟人家簽這種合約 你簽的這種合約 要嘛就是我擬給你 我跟你超麻吉的 所以我跟你擬一個合約 我把合約給你說 我們雙方就這樣簽啊 然後照這個方式走 因為對我有利 我隨便舉 為什麼最近大家越來越生氣 是因為一拉一整串 大家仔細想想看 焦久是不是開幕啟用之後 你會覺得很怪是 車流量最大不是在乘德路嗎 為什麼乘德路不是轉運站的入口 乘德路不是人轉運站入口 他的轉運站在後面的後面的後面 你要穿過所有的商場 所有吃的玩的喝的 然後走到最後面 好那只有兩個小小 你怎麼看都覺得不合理 兩個小小的來往的車道 從乘德路轉進去 但他的正門是什麼 正門是商場百貨公司 那請問你有任何正常大腦的人 會把一個轉運站 車流最多的正門 設給百貨公司嗎 會啊這樣百貨公司業績大發啊 對嘛所以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為什麼那個車 是從焦久的正門進去 爪一圈到最後面 然後再從另外一邊出來的原因是 對廠商來講 真正賺錢的就是商場 對 所以他為了要讓他最接近台北車站 我們講明了 那個什麼地下道 什麼東西開出來 有利的都是商場 為什麼因為他離台北車站最近 所以很多人 你想想看 現在大家約什麼去金站啊 約什麼去那邊看電影 難道會跟你講說 啊我去轉運站坐車好方便 沒有因為要多走好遠的方向 比以前西站要遠很多 但為什麼他現在開成這樣子 很簡單就是你台北市政府 不用大腦你放給人家亂搞 什麼叫放給人家亂搞 我要求你做一個轉運站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要求你以轉運站優先 轉運站以車走最少距離 民眾走最少距離 剩下的給你做其他的電影院跟商場 我最後補一個大巨蛋 大巨蛋為什麼現在在單方向的人潮 要做那麼多的人潮疏散的原因是因為 他自己設計商場辦公大樓 然後什麼電影院什麼文化園區 什麼之類的 是他自己的設計把整個大巨蛋包起來 變成剩下幾個出口而已 那請問我們已經沒有要求你 合約百分之百平等 但你完全不平等 變成只有你有權利 因為台北市政府有權利義務 然後對方完全沒有 對方跟你要什麼你就要給什麼 你裁罰他好龍兵還在那邊講 什麼裁罰我們可以罰對 上限三百萬一個幾千億的計劃 他延遲他停工 你裁罰他最多上限三百萬 連續罰怎麼要裁就是三百萬 那你公生球 你幾千億的東西 你罰三百萬 這樣人用痛嗎 這樣人用不痛好不好 他不痛 所以他延遲一百萬年不蓋 他也不傷啊 你怎麼看不平等條約 到底都怎麼簽的 這個大巨蛋這個當然 大家講這個過程都很清楚了 那就好像合約有問題 我記得國政量委員 剛剛提出來這個邱月元的問題 就是說你那個路橋 應該叫路橋吧 空橋 空橋就是一定要做的 結果你不做 那好龍兵還和郭守正 兩個人拿一個空橋的模型 在那邊 那個多難看嘛 你不拿也不曉得這個東西沒錯嘛對不對 所以可見他們很在乎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很在乎的 當我們聽到說 趙騰雄要用這個事情來威脅政府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 他其實在提醒其他的人 我要威脅政府了 你們都要出來講話 其實你不覺得 吳子佳跟周 周玉寇小姐的功能也是這樣嗎 你拿我們十億 你拿我們兩億 馬英九要出來解決問題啊 其實我覺得有這種效果在那邊 當趙騰雄是騎的 我開始自己跳出來 等一下 等一下 那照你的邏輯 郭董這個廣告 不是登給柯P的台北市政府 當然 是登給好龍兵的台北市政府 出來洗地啊 哦 重你的邏輯是說 到底是登給柯看的 還是登給好看的 我補一句話 因為當初他們去投標 是完全照台北市政府開出來的條件 對 那所以是誰開一個過於便宜的條件 那那個人要出來洗地啊 這個條件就是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這個條件是原來就設定的呢 還是後來在得標之後 又給他很多優惠 如果這樣的話 那當然 這個優惠不可能天上掉下來嘛 一定有等值的交換條件嘛 那這樣 等於說 郭台銘出來喊話 第一個 除了他郭台銘的個性之外 第二個 也是告訴大家 欸 該出來幫我講話了嗎 我用小飛機幫你們輔選 我 他到小飛機沒有錯吧 他不要小兒 我的姿勢不是很好 私人飛機啊 私人飛機啊 所以這件事情他都做的 都為國民黨奉獻的 也都批民進黨了 當然這次不是民進黨當選 一方面 我要對郭董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意外 第二個 我還是要再一次去 先不要說肯定柯文哲了 至少還好不是這個連勝文當選 各位 今天連勝文出現一個新職 大家知道嗎 七年發展基金會的執行長 那個基金會是誰的啊 他爆爆的 國家出錢喔 是我們民國86年 3月28號院會裡面同意的 這7月30號成立的 12月12號公開向外面宣布有這個會 他的執行長就是我的好朋友 叫黃德福 怎麼又是他 從民國86年 剛剛現在沒有換了 真的喔 這個錢政府的錢 我們政府都不用介入嗎 所以你說 所以你就知道很多事情 還好可文哲這位老兄 當選的市長 很多事情慢慢曝光出來了 讓我們大家好好審視一下 過去我們是不是太便宜了這些人 是不是 這個大家都可以舉個歷史說 在那個納粹的時代 有一個所謂的這個 不是猶太人 可是他德國律師 一個神父 他這個也不管 人家殺猶太人他不管 燒教會他不管 什麼都不管 到最後呢 等他被殺的時候 他發現沒有人要幫忙他 今天一樣 我們不要讓壞人得逞 因為什麼 好人在鼓起他 所以我拜託大家 這個事情 不要當作是郭董 跟台北市政府 或者跟柯文哲兩個人戰爭 而是我們正義的社會 要對抗那些不正義的事情 那這裡面可能可能 包括過去的總統啊 市長啊 或一些官員 我們都把他拉進來 我們要好好規範一下 包括柯文哲也一樣 我們從這個經驗開始 我們要規範柯文哲 你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能做 而不是你不能去應酬 對不對 很多事情啊 我這樣講了 就好像我們看到那個 書起那些寫的文章 我要跟你講 情報員不是說 有事情不能跟太太講 是到死都不能講 柯文哲 其實他的態度都很好 他願意 因為柯文哲為什麼敢這樣做 因為他沒有拿這些 政治獻金嘛 他沒有包袱 他是個素人 他跟政治淵源很淺 可是呢 柯文哲角色錯亂 柯文哲當選的是台北市長 台北市長是要解決問題的 柯文哲丟出了12個問題 對抗了12個大財團 或是甚至是媒體人等等 可是他沒有任何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柯文哲真的要善用他的文官 柯文哲是市長啊 他一定開過會 連我們議員都去過 我們議員都在那邊開過會 什麼會 有時候我們會被要求去諮詢一下 他最大的一個橢圓型的辦公室 可以做幾十人 旁邊還可以做人 他一個一個案子 真的一個案子花他兩個小時 然後找聰明的官員 我們議員不分黨派都願意去提供我們的經驗 我們真的比官員還熟 他現在碰到什麼困境你們知道嗎 就他的個性很急 可是沒有解決問題 只丟出問題 他像市議員 他不像台北市長 第二個 他現在最大的官叫做鄧家基 鄧家基最高的職務 叫做台北縣環保局長周錫為任內 當初我們一直給他什麼建議 我說你一定要把他留一兩年 把郝龍斌的秘書長 因為郭文秘書長 他是中覽全部業務 所有的副市長只簽三分之一以上的公文 到高層的公文 秘書長是50%的公文到經過秘書長 那鄧家基也是藍 而當初把這個秘書長留下來一兩年的話 做為傳承 做為交接是非常重要 他現在什麼困境 我們要幫助柯文哲 沒有人懂市政來給他正確的方向 這是柯文哲很大的危機 好我們稍休息一下 光顧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再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柯文哲一上任 現在發現台北市過去幾個重大開發案 怎麼好像都會要變成弊案 而且這個合約都很奇怪 遇到財團都會轉彎 前任市長郝龍斌就直接嗆柯文哲說 好好回家看合約書 那柯文哲的說法是 他只要一開會一討論 他都會氣到高血壓 好合約書相關的文件細部 除了我剛剛秀給觀眾朋友看 財政局曾經載明明文的相關公文的函 提到說台北秋葉原主要建物 是下面那些停車場 而上面的附屬建物毫無規範 那所以郭董把他開出了12層樓的賣場 那這個賣場的租金跟權利金 是郭董的這一個要付出的代價 到底合不合理呢 我手上這一份文件也可以兩邊比一比 阿亮我們來看 郭董現在BOT的條件是說 他的土地租金怎麼算 用那塊地的公告地價的1% 這樣換算起來 50年大概總共會12.5億 那塊地的面積是旁邊官華商場的1.68倍 就是說比官華商場還大 那郭董除了要付這樣的12億的租金之外 他的權利金大概上限是10億左右 用50年 所以總共呢 郭董50年內呢 除了建築開發的成本之外 總共的這個租金跟權利相關的成本 大概22.5億 22.5億除以50年 一年大概4500萬 那官華商場現在的總面積 跟每年的收入大概8500萬 所以很多觀眾朋友看到這個比一比 就覺得 這塊土地土地面積是1.68倍 那你好歹租金就算一模一樣 你也8500萬乘以1.68倍嘛 可是沒有 租金只有8500萬的大概只有六成 所以大概是4500萬 那所以官華商場的老商家小店家都覺得 郭董拿到的條件比我們好太多了啊 你怎麼看 我覺得用純粹從原合約 你去跟他硬碰硬啊 市府會輸啦 因為那個前市府你都要認帳 對 所以你只能夠從別的地方創造籌碼 比如說 你這個空橋當初你答應要蓋好才來營運啊 那我現在就不准 那比如說 未來的那個消防檢查啦 很多檢查啦 我從嚴嘛 或者是說 你還有別的案在跟我進行 比如說日勝生 日勝生還有很多案啦 連開案 所以不是只有美和四嘛 那我就從那個案子來跟你 來周旋嘛 不過仲裁一定輸的啦 我認為絕對不能用仲裁 你一定要從既有的案裡面找爭議點 然後用訴訟 用假扣押 這樣對方才有壓力 還有用別的案子 還有用你的行政權來做檢查來施壓 那我覺得大巨蛋市府是比較不利的 就是說你一定要有一個替代方案啦 不然大巨蛋 眼前就是兩年之後你要舉辦試運嘛 那趙人雄現在有點用時間來吃定你 就是你不然你開閉幕用另外一個地方啊 你學有孫你如果不蓋在林口 那你台北市找另外的地方蓋啊 你來得及嗎 因為林口要蓋 聽說也要到2017年3月才蓋得好 連那個市營運的一年時間都不夠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 柯P恐怕要分類型啊 比如說大巨蛋你要有替代方案 你如果不在這邊開閉幕 你有另外的場地嗎 因為至少要容納了兩萬多人啊 他已經嗆聲說用松山那一個運動中心啊 我補一句話挺好 我是體育的專業啊 全世界的小奧運叫做世大運 大奧運叫本奧運 沒有在室內開幕的都是在 我跟你講奧運的精神更高更強更遠 是填賽跟競賽 當然要在主場館 在巴德路跟東話 到大巨蛋是不正常的 我這個要講這組局的專業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把你的最後選項 所以遠熊不是沒有 替代方案一定要先講這個 恐嚇不了 我講這個 那柯P還是可以照辦就對了 當然當然 談判喔 你的替代方案還沒有成型 都沒有辦法談 小平那個我也同意啦 那個就是替代方案 補充一下 那就是替代方案 是是是 你替代方案只要 可是選手村他真的是沒有衝 你現在蓋已經來不及了 對 可是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類型啊 那第二個類型就是說 像洪海這一種 洪海這一種就是明顯他有 跟法律不符合的部分 你要重研 那第三個就是日稱稱這一種 就是精湛 美和四啦 這一種 那這一種就是 他還有很多案子在進行 所以他未來四年還有很多要跟你 台北市府打交道 其實這個不平等條約 是政府定的 那政府或許公務人員 他比較沒有生意頭腦 所以說他才會想說 有一個BOT出來 然後我提供土地 然後由你們來你這個計畫 重點是在這個不平等的條約 可能是 我今天是財團 那我有一群人我去規劃 我把就像我們剛剛所講的 不管是經戰轉運戰 他把把所有的出口 最好的地點都都讓給了這個 這個企業 人潮往那邊去 其實在一個企業的經營 他是對的 可是重點是說 你今天我們已經他規劃好了 可是當初你的合約 是我們收的租金非常非常的少 我們沒有辦法去換算說 他利用我們這樣子蓋起來之後 他會得到多少的利益 你今天賺錢財團賺錢沒有關係 重點是你賺了錢之後 你的租金應該給我政府更多 那這就是我們當初 合約不平等的地方 那我今天我都看到說 我可以看到未來你整體你 50年你可以賺多少錢 那你應該是從這個不平等條約裡面 請律師重新再去修正 把給老百姓人民可以優惠的東西 你要給出來 你要給政府多一點的租金的部分 你要重新再修正 我覺得這樣才合理啊 補充說文講的話 回到一個結構問題 如果結構不解決 誰當市長都解決不了 我一直談方法論嘛 柯文哲 台北市一年繳給中央的稅6000億 回到台北市政府市長手上 大概只有2000億 5000億做善事我們不討論 在這個節目上 好 台北市一年建設經費只有400億 台北市負債2000多億 就是沒錢的第一個困境 為什麼這麼多案子 我跟林冠比報告 第二個 如果官員不懂了土地價值 那叫無腦 第三個 如果是知道土地價值 而市長受益這樣幹 那叫做包袱與土地 對吧 這樣弄清楚 台北市已經通過融金銀行 郝龍斌終於做了一件很偉大的好事 你知道台北市一年的房子的銷售金額 最大的80%以上是來自房地產 我們的稅收地方稅 是5000億到7000億 樓地板面積只要再多放一倍出去 就多5000億到7000億 而不是一年只有四五百億的硬體建設經費 所以整個結構是要翻轉的 就以我們儲弊的精神 我每年藍軍的議員 我都支持柯文哲 我們得到很大的國民黨的壓力 有的人來講 你怎麼會幫他講話 我說對的我們就講 可是他還是要有方法 要做下來 把台北市有30兆的空間的樓地板 在法規之內 每年做運用多幾千億 來造福台北市的建設 跟老百姓改善加薪 老百姓完成住者有其物 這才是聰明的柯文哲 好 柯文哲 今天我覺得柯文哲 他這次打的 這個背後 他有很多的延伸性 譬如說16年 馬英九將讓郝龍斌的執政 他其實是一個老國民黨 搞老官僚的一個做法 所以你看一先 掀開這麼多的一個案子 朱立倫他在 我打個唱喔 光琴剛剛講老國民黨 老國民黨80年代 現在黑金炒作土地房地產飆漲 那個就是比方說這裡要蓋焦酒 然後所有的人切件 民意代表 先在旁邊買地草地 那是老派搞法 現在搞法是BOT 直接拿政府的地送你 對 A B C D E F 每一個BOT案 明目不同 地目大小不同 然後呢 優惠的科目不同 可是最終的核心都是 很便宜的送給你 而且1050年 對 所以這不只是說 我們看到台北市的 這個國民黨籍的市議員 也很有 因為你打好 或者是延伸性比較大 打碼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可是我看到是說 你看朱立倫 這個幾乎以百分之百的 這樣的一個得票率 選上這個 這個黨主席 有什麼用 很多人跟他講說 你要反反擊 反反擊就從我剛剛講的 這些很智慧型的官商 河流這邊要改起 那朱立倫你做得到像 柯文哲這樣的一個 所謂改變國民黨風氣嗎 為什麼我們感受這麼深 是因為你幾個案子加一加 你會知道說 棒球場的不是棒球場 文創的不是文創 停車場更不是停車場 他衍生的利益 通通都給財團的 而且你說BOT要有利可圖 可是呢 他不符合比例 他失衡了 像我們剛剛講的 三創邱葉原這個案子 你看我們收到什麼 我們只有收到 10億的權利金 10億50年的這個租金 但是我們相對要 搬家繳地價稅 在好幾個案子裡面 我們也看到 地價稅是我們繳 然後他們出來 挨說是我們有繳房屋稅 對啊我們有副建造成本 如果按照富邦 我們講說那個文創園區來看的話 他50年再加10年再加10年 還給我們 雖然是他建造 但還給我們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非常舊的大樓 但是他中間獲利許多 那我們還要幫他怎麼樣 開一條路3億 我們要幫他護股積4億多 而那個股積為什麼我們護 護完他還是想利 是因為他的人潮 他會因為我們那邊是 送約本來就是有個股積嘛 那你這樣子全部合流 全部利益都給他們 那我們看到是說 所有東西都告訴我們一個問題 這個上全路國條約 誰簽的 馬英九或者是好龍斌 那你又看到說這個案子 很多人講說你看準合約吧 那以後 以前也交過廉政這個廉政署 也交過你們陣風處 有查到什麼嗎 央視區早就交了 但是別忘了 現在重啟調查是可以的 第二個 美和市再加上大巨蛋這兩個案子 這個都是經過監察院 要不是糾正要不是彈劾了 所以從台北市 我們講說16年執政 我們遠觀2016國民黨還當家嗎 我們希望他不要當家的 其中一個理由 有些人要希望他當家 但是我必須當家一個理由就是說 換黨執政啊 用新的 就用科幣模式進去啊 一定會撞出來非常多 兩位國民黨所屬的這個政黨的一些 結構性的一個弊案 像這個桃園航空車